第一季我们的蜜桃六次得到了很多托粉的喜爱 但是今天我们也要很遗憾的宣布一个消息 有我们三位玩家因为某些原因 无法参与到我们第二季节目的录制了 真的非常的遗憾 真的是太遗憾了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非常可惜 没办法跟你们一起参与第二季的录制 不要离开我 没办法因为我现在在忙着 不但 希望各位老玩家们 一定要加油坚持住好吗 因为工作档期的原因呢 没有办法参与新一季秘识大逃脱的录制了 因为我这次从意大利回来 还要在隔离中非常的遗憾 什么 要我推荐一个新的人选 没有人比我更是好这个游戏了好吗 这一节目组可以就是放一些大自然的东西 像是蟒蛇啊老虎啊恐龙恶物之类的 我觉得大家一定非常喜欢 加油 期待你们的表现了 知道他们三位不能来之后呢 其他的老玩家心里应该也有一些想法吧 可能也有很多的不舍 是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全是骗的 说好的原班人马回归呢 心碎了 火伟哥 没了他感觉我们密室少了一份欢乐 就有他的话 可能我一个人在小黑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无聊了 咱还有个更好的办法 伤我一巴掌 好 走 走 走 伊丁杰经常夸我 他不在都没人夸我了 这位小朋友 你是小天才 你小笨蛋 大勋哥就是 除了我之外的勇气担当 他都不在了 可能我一个人我也会有点怕 那是亮是不是那是灯了 都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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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拉下 都跟着你呢 你们 畜生 还是蛮想他们的 蛮想说第二季的密室然后可以一起 结果没想到来不了 我就蛮可惜了 希望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能够跟我们一起 虽然大勋跟阿猴还有郭伟 大家因为工作忙时间各种原因 都没有能来参加第二季 其实还挺挺挺伤心的 但是他们永远是这个家庭里的一份子 就蜜桃六子永远会有这三个人 如果有机会的话 哪怕回来一两期 大家重聚一下什么的 其实挺希望他们还能 还能回来玩 虽然他们咋不在 但是我们还在的这些老成员 要把第二季做得更好 让他们在家看《密室大逃脱》第二季的话 也会更开心 也会看到这个节目的一个灵魂 再给所有观众一种快乐 我们刚刚视频中的文哥 刚刚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对 虽然我们的蜜桃六子没办法凑齐 但是蜜桃的团魂依旧在 那第二季会不会有新鲜血液的加入 组成新的蜜桃小分队呢 前几天我听说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小道消息 说节目组这一集会邀请两位非常有意思的新嘉宾 让我们一起来猜一猜他们是谁吧 第二季呢会有新嘉宾来 真的吗 要请你先开一下 让我思考一下 魏晓逊 C20 还有 还有 对 新嘉宾不是两个题吧 他上次不是来了吗 可以邀请范晨晨来 因为范晨晨跟我去觅食 但是他基本上没睁开过眼睛 真的 他没睁开过眼睛 基本上就在后面这样 这样 他的解谜怎么样 别说了眼睛都睁不开哪来的解谜呢 何老师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何老师是非常聪明 平时也很爱玩密室 我觉得有可能是何老师 其实我们新一季的嘉宾呢 分别是大张伟还有郭琪 大老师 郭老师 他们又是 就是又很聪明 职场又都很高 然后听说都动手能力也都很强 然后希望他们多多地可以参与进来 毕竟我是听着大老师的歌长大的 然后又同样都是北京人 所以就是对大老师有莫名的亲切感 大老师就很 这是一个快乐的源泉 这一次在这个密室里 又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环境 我相信这一季这个密室里会充满很多的欢声效果 我觉得他是一个逻辑鬼才 看东西的看法可能跟我们看的看法不一样 你们这么着急工作 这就开始了 不歇会儿 歇会儿 喝完每年拿 为什么要来这个节目 是为了爱心 郭麒麟听了他很多的相声 然后我也是德文社的粉丝 我对他可能比他对我更了解 之前我就一直很期待认识他 一看就是一个家教很好的一个孩子 虽然没有太多的接触和了解 但是这一次我希望能跟他有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我看过他演的剧 看到他演的《范思哲》 有些他的戏名 感觉年龄跟我应该挺相仿的 可能年轻人之间会摩擦出新的火花 我感觉我小的时候是听着郭老师的父亲的相声 我感觉我非常大的 回家谁做饭 我做饭没擦 弟谁 弟没擦呢 我弟可没擦 哎呦 我的天 这个媳妇怎么那么拦着这个 孩子没接呢 我接下吧 听说他也是非常风气幽默的人 管得又有人看我 他从这边走 哎呦 你看看 咱们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这个人这么装 这是你爸的衣服吗 我跟他们坐下来好吗 因为站着脑子运动不是很快 因为你俩脚离地了 对 病毒就上不去了 对 后面的大脑又占领高地了 我们欢迎大老师和郭麒麟加入 欢迎 欢迎 哈普 你知道他们有一个组合的名字吗 他们这么快都有组合的名字了吗 是的 郭麒麟和大老师 怎么样 取二位中的一个字 那不会是郭达组合吧 哦 出品表演艺术家郭达老师 这样组合的外国艺名也有了 就叫杰森斯坦森组合 组合 我们直接把这个名字在线输送给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财纳 我觉得你这个名字真的非常的洋气 但他们的名字呢 其实感觉有点像方的成语词典一样 叫做大张琪 诶 是挺有意思的 对 很有证实啊 但我们也听听两位加入之后呢 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话呢 一起来看一看吧 您为什么要参加蜜桃二呢 嗯 我觉得本身这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 还能利用我的兴趣爱好把它作为一个工作 那这么一结合我觉得那就挺合适啊 就我在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 那还有什么理由不来呢 因为咱们节目特别特别棒嘛 因为第一季的时候 我去年参加那个芒果粉丝节的时候 我评完奖之后 马上就是那个蜜蜜大套脱 我发现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节目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两档节目 各位只要一看就可以脑力发达 天天笑嘎嘎 从此不在做经理之外 你们知道是哪两档吗 就是明星蛋蛋 觅食大桃光 各位新玩家 你们会有一些差力吗 我作为新玩家其实没有什么压力 跟着几位老玩家 他们好多也都是这个之前 在私下就是也玩过长一世的 有他们带着 可能原本就 郭希连你行吗 已经害怕了不敢说话了 我其实对这种团体作战 更加有了一些兴趣 就感觉大家能互相帮助 然后能够各取所长 然后能够完成一件事情 其实也挺好玩的 密室大逃脱 非常高兴邀请我来 希望能玩的开心吧 密室大逃脱2我来了 会给各位带来儿时的快乐 以及成年的智慧 加上所有的高精尖 各位一定不会失望我们本期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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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